委員怎麼看現在藍白河進度 因為現在民眾黨連掛電話都拿來討論 會覺得科辦有誠意嗎 那我想藍白河到目前為止 那麼還在進行 那當然會給外界非常多的一些揣測空間 那甚至可能一個事件也可以把它放大 那但是呢我覺得對我個人而言 我還是會盡待最後的結果 但是呢也要提醒雙方主旗試者 就是說其實在上面放話 或者透過媒體可能你很有聲量 但是呢對於民眾 尤其支持民眾來講 這都是一個折磨 那我們最近其實 我自己在地方跑的時間非常非常多 那其實在野的整個支持者 不管他知不支持藍白河 但是對於線下 就是大家透過媒體放話 甚至有一些攻擊的這樣的情緒性的語言 事實上大家都感到高度的焦慮 所以我還是要拜託 也奉勸雙方大家說話都能夠節制 因為其實我們的努力都是為了我們的支持者 而不是為了我們自己個人 委員長會覺得民眾黨這邊會比較有誠意嗎 因為他現在在說我們黨這邊不太有閒 不過你在我的嘴巴裡面不會出現 我放話攻擊任何一個方面 那另外就是說市長是不是因為不滿柯文哲 頻頻都會放話又帶風向 說金普通給陳志涵掛電話 所以昨天才忍不住要就是柯文哲 不要講歧視言論 是不是覺得他做太過 那市長他昨天 市長你昨天有翻一個大白眼 是不是 就是最不滿柯文哲的具體表現 不是 我跟你說這些話齁 歧視種子的話是不對的也不應該的嘛 這些都不應該講出來 而且這個講出來對所有的族群會帶來更大的傷害 這個種族族群的融合以及性別評點 不應該用這樣一個歧視的語言嘛 這不應該這樣講嘛 這講不對嘛 我只會說 啊 怎麼還可以講這個話 這個話就沒有錯 不對嘛 你發言人啊 陳志涵啊 打電話給金普通被掛電話的 是不是因為藍白骨又沒有機會了 這小事啊 是不是 那傳出說是陳志涵打給金普通 那被金普通指說不應該打給他 是不是會認為說雙方勾芒好像感受不到善意 不會啦 不會啦 不要為了這種枝傑去吵架 這種事情都不用放大 不要理會 想問一下市長 昨天柯文哲廟口開獎的時候被問到 侯友宜祖閣有辦法像柯一樣早上7點半上班嗎 那柯文哲就說 那就選柯文哲當總統 選我當正的 那您怎麼看是偷偷酸您 另外他也回答到說 他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他教授走到6點半就來上班 但是掃地的黑人最慢來 您覺得他是不是又失眼了 呵呵呵 柯文哲市長 不好意思齁 我比你以前上班啦 要用畢的齁 我都五六點就到新北市上班 然後馬上到馬上 十一二點回去 尤其我在當警察的歲月的過程當中 幾乎常常不回家 二十四小車 誰叫誰到 我這一生四十三年 我當選過全國第一屆 第一名的模範公務人員 我就是努力為公付出 我用我的生命 用我全身的精力 來守護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我很清楚 我自己的工作態度 當然 柯市長剛剛談的那些言論 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用歧視的言論 來看待 我們種族 也要不要看待 要很重視的去看待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 種族一定是融合 我們絕對不可以發表歧視的言論 藍白河如果侯友宜擔任職隊院長的話 他有辦法跟你要七點半上班 不要問這種題目 七點半那是一種個人的習慣 昨天在這個開講有被問到這個七點半上班 我講到這個黑人是最後才到 那現在有被就是覺得好像有點歧視的感覺 沒有啦 這就是一個我們當時的辦公室現象 那些 因為他們也不必要那麼早來 因為他們只要他們掃地時間到來就可以了 那些做研究的 那些責任制的 責任制的跟他不一樣 責任制的他沒有什麼上班時間下班時間 反正工作最久 那個時候有一定工作時間 他們就不要亂來 可是現在怎麼看又是又被覺住 唉呦 我愛過 我看那個又是三立的 我家我們會更多去和你的一起 我家我們會的責任制 我家人快送你來 家人快送你去哪個社會 所以來自身維持畫door 分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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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关心的是他家门前水沟有没有通 路有没有平 灯有没有亮 真的有没有片里 你跟他讲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觉得很遥远 所以我们还是要 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 这是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出身的 政治人物的信念 对 你 感谢观看